政府公布会在启德兴建邮轮码头 明年的下半年以招标的方式批出土地 众标的公司会负责建造和营运 邮轮码头并且会获得50年的经营权 提供两个或是以上的泊位 估计建造的成本大约是24亿 预计首个泊位会在2012年落成 王丽宁讲下 政府会在旧启德机场批出7.6公斤的土地兴建邮轮码头 邮轮码头会有两个或以上的泊位 最快会在明年下半年公开招标 政府不会向众标的财团提供任何的财政资助 财团需要为码头的选址进行平整工程 营运和建造码头的设施 例如客运大楼、出入境大堂等 政府会给众标的财团50年的经营权 给一般的30年长 经济发展及陆工局局长叶树坤解释 社会上都认同本港需要一个世界级的游轮码头 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 由于涉及庞大的投资 有需要给一个较长较回本时间 当局也无需设立机制监管码头的收费 不要忘记市场是有竞争的 其实最佳去决定收费 市场的机制应该是最有效的机制 刚才我都说到可能在香港里面有竞争 香港以外也有竞争 将来是谁投到的话 他就要决定收费 如果太贵的时候 根本是人们不会来的 叶树坤又说 由于涉及多项法定规定的程序 最快会在08年第一季完成 预计到了2020年 邮轮码头每年可以为本港带来14至22亿收入 以及创造7000至1万个就业职位 香港宽频电视记者王丽宁布道 对于政府落实兴建邮轮码头 旅游发展局主席周梁淑儿表示欢迎 认为邮轮码头对本港的旅游业和经济发展都有正面作用 至于政府以公开投标的方式建造和营运邮轮码头 周梁淑儿就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 因为邮轮码头涉及庞大的商业安排 是一个商业的项目 政府不适宜插手 政府没办法做得到的 一定是要靠商业的投资者的参与 而且根本邮轮这个行业 就根本是一个商业的运作 所以其实这个方式 也都可以确保 是从一个投资的角度 是以得到最高的效益 就好